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2月23号的上午 北京西城区西荣县胡同1号发生爆炸 网上视频显示 现场一片狼藉 并伴随着浓烟 救援人员随后从爆炸地点抬出一名受伤的男子 视频拍摄者说 这是第二名被发现的伤者 北京西城区官方随后发微博称 爆炸的地点是一家餐厅 但只说现场已经被控制 没有交代其他任何信息 由于事发地点距离天安门以及中南海新华门都很近 事件又发生在中共两会前夕 相关的消息迅速地在网上引发议论 有网友评论说 爆炸的建筑被粉碎 里面抬出来的伤者却有模糊 但周边的建筑物却损毁甚微 有点定点的味道 晚间官方已经开始阻止消息传播 微博上网友提供的现场视频连接也被删除 今年2月16日是中共中央前主席华国锋100岁的民寿 中共高层罕有的为华国锋举行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和韩正出席会议 王沪宁在会上对这位中共政治老人做出新的历史评价 王沪宁首先赞扬华国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又说要学习华国锋党性坚定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则认为 北京隆重纪念华国锋诞成100周年 可谓中共党史教育的一部分 但是对华国锋的宣传谴责了当局所需要的内容 现在显然北京正在以华国锋的纪念的评点 作为当时叙述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对华应该是相当它在湖南认为的这种功绩 基本上是和之前对前30年后30年继续的肯定 完全看不到华在湖南期间发现了各种错误 有分析认为北京此次高规格纪念华国锋 并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华国锋 是在暗中否定邓小平推行的部分路线 对此吴强对本台说 经历过反右运动及文革的贵州大学退休讲师王周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当局高调纪念华国锋的意图很明显 回顾当年王周说 打老话的时候党内有些老同事没有想法 毛粉的现在是希望老话能够有一个历史的评价吧 能给老话一个正确的地位 实际上也是届时还回 华国锋是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和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二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曾在毛泽东去世后提出两个凡事 继凡事毛主席做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事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次遭到邓小平等人的强烈反对 被迫辞职 曾经历十年文革的北京裔人士加建国表示 华国锋对中共最大的作用是1976年抓捕四人帮 当然抓捕四人帮以后呢 他依然坚持两个凡事 和这个邓小平这些党内的改革派呢又有中途 但是那个华国锋没有进行顽强的抵抗 而接受了辞职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邓这一派呢 对他并没有全盘否定 现在高度评价 华国锋呢 不是否定 都要凭当年的决定 所以现在呢 仍然对他有一个高的评价 华国锋呢 应该是他们正面宣传的一个形象吧 此次座谈会有近120人出席 毛泽东及刘少奇的后代 毛新宇、刘元以及华国锋 深前好友及家乡代表 军获邀到场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 本周日以两个版面 刊登王沪宁在纪念华国锋 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6年 华国锋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 抓捕以江青为代表的死人帮 五年后 华被邓小平等人要求辞去中共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务 据接近华国锋家人的人事披露 八九学潮期间 邓小平曾要求华国锋出任军队要职 协助当时的领导层镇压学运 华国锋一口拒绝 其后华国锋默默无闻 直到2008年8月病逝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一个村支书通知他村里的村民说 您好好准备一下 明天有中央首长到你家来视察 村民赶快问 啊啊 是哪个中央首长啊 村支书拿出一个单子来看着说 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委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 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非常时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军事和国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支书咽口唾沫 看一眼村民说 还没完呢 他接着念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 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 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 这村支书的话刚说完 伸着脖子认真听的村民挺不住了 他回答村支书说 村长 俺知道 手掌一般一进门就掀锅盖 俺倒是能把锅里多下些白米 可是来这么多手掌 俺家地方小 也没这么多凳子啊 村支书说 不慌 就一个人 各位朋友 这人是谁 我不说 您也知道 自由亚洲 北明非常实 我是北明 上述是中国坊间流传的政治笑话 就像当年苏联流传的那些挖苦苏共政治制度下的种种弊端的政治笑话一样 虽然是笑话 其中那些头衔可是准确无误的 唯一无法确认的是这些头衔是否罗列全了 根据中国官方了 根据中国官方去年以来多次报道的有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消息 在这个单子的17项权力投衔的最后 至少应该再加一项 那就是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实际总指挥 如此的权力独揽 即便在习惯于领袖集权的中共历史上 也获了记录 以至于对中国政治文化深有研究的 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先生 干脆称这位一手遮天的中国领导人 为万能主席 Chairman of Everything 并以一举一动 一饮一现 一喜一怒 一朝一世都能引发全球密切关注的 毛泽东独裁时期的独特现象 比喻当代中国所独有的政治景观 关于这位万能主席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四年前的今天 就是2018年农历春节大年初九 2月25日 全国上下都忙着过年 中国官方媒体突然发出一条新闻短讯 消息立即冲破节日气氛 震惊中拜 这消息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删除宪法第79条第三款对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这是修改宪法 是为这位后来的万能主席在中国执掌党政军三项最高权力的终身制 扫除法律障碍 扑平道路 也就是说 经过2018年那次修宪 现在的这位万能主席可以合法的永久掌权而不必两届欺满让位他人 回溯从前 自从1989年11月 中国所称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辞去他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那就为中共废除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创下了先例 也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退休制度建立集体领导做了一个榜样 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此后29年间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接基本遵循此例 江泽民2002年卸任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后 曾恋战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引发当时诸多的批评 其后的2012年 胡锦涛卸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 2013年卸任中国国家主席 首次开创60多年来 中共领导人任戒期满 全身而退的先例 此一举 当时上任上位万能的这个主席 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赞誉 说胡锦涛此举体现了崇高品德高峰谅解 这是原话 崇高品德高峰谅解 可是五年过去 这位新任的党政军领导 不仅把自己变成了进一步掌控近20个各类功能机构的万能主席或者说组长 而且实现了有中共历史以来首次的顾虚变法 把自己的万能主席弄成了终身制 他是毛泽东之外的中共历史上唯一的权力独裁者 八年过去了 如今中国朝野和自由世界无论是否乐意都已经接受了习近平黄袍加深权力盖世的事实 北明呢 想提醒世人另一个事实 那就是 按照逻辑和常识 习近平本来是最不应该出现在共产党权力集团中的那个人 或者即便出现 也是最不应该以今日面貌出现的那个人 怎么这么说呢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先生虽然是中共的高官 但是一九五三年 习近平一投胎来世 进城不几年的中共高层就以高饶事件开始了他们第一次内部的权力斗争 一九五四年 习近平刚呱呱坠地尚在强保 与他父亲并称中共陕北革命根据第三元老之一的高刚 他的高伯伯就不堪轮番批斗之辱 吞食大量的安眠药自尽 这个高刚 是习仲勋 就是习近平之父的把兄弟 从此习仲勋 吐死湖碑 事所难免 我们都知道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共内部大批老干部被打成所谓走资派 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简称走资派 他们哀整受制 不过那时候的走资派的黑帮子弟已经成群结队 可以彼此相互取暖 而习近平沦为贱民 则早在此前 人的自尊心 屈辱感 荣誉感等人的心理感受和自我认同 大部分是在幼学之年 学龄之时 同伴之间发展形成的 偏偏在这个年纪 一九六三年 习近平不满十岁 他的父亲习仲勋 就已经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逐出中南海 到中央党校 学习授训 接受审查 到一九六五年 习近平十二岁 他父亲被迫离京 下放河南洛阳 官职呢 从国家副总理 移降为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 文革上位开始 习近平已经沦为贱民 他是中共党内最早 最小 最孤独的贱民 即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 习仲勋被揪到陕西平复老家和西安等地 挂上牌子 双臂反拧 揪肚头发 推扇上台 压迫到低头攻身认罪的肢体状态 接受当地的红卫兵的严酷批斗 殴打和游街示众 他一只耳朵因此被打聋了 习家成员的处境 因此不如普通的中国匹夫编户之名 到处受人欺负 那个时候的习近平不到智学之年 逐出中南海后不几年 在同伴中成了人人不齿 受人歧视的黑帮子弟 即报道 他受过批斗 挨过饥饿 流浪过 被关押过 多年之后 沧海桑田 他是这样描述那些屈辱的经历的 这是他的原话 他说 文革中 我们家被抄之后 搬到党校里去 到党校后 因我有一股倔劲 不敢受欺负 得罪了造反派 有什么不好的事 都算到我身上 都认为我是头 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一欧 作为黑帮的家属 揪出来了 那时我十五岁都不到 他们说 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 我说 你给我估计估计 够不够枪毙 他们说 枪毙够一百次了 我想 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 都一百次了 还怕什么 但是 当时连送派出所 只是在威胁我 说 专政机关 对你实行专政 再给你五分钟 之后 念毛主席语录 天天晚上熬夜 我说 我只要在哪能睡觉就行 别管去哪 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 就又被拉回去了 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 当时少管所没有黑帮子弟学习班 在要我去的时候 床被满了 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 这是习近平在2000年 接受中华儿女杂志采访时 说的话 在这段回忆中 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是习近平不只是受父亲牵连 文革期间他自己也被揪出来了 因此对他的迫害 从1966年文革开始他家被抄 到1969年他插队 那段时间是直接的 小习近平三岁的 他的弟弟习远平 对习近平的遭遇记忆犹心 他回忆说 习近平因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 被有关部门多次 关押审查 出来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全身都是狮子 他后来离开北京 到陕西 复平他的老家 他父亲的姐姐 他的大姑家里 在这位大姑的习心照料下 才逐渐恢复了健康 所以 一直到梁家和插队 习近平才兴尔摆脱了城里的歧视 一直到他决志听从他姨妈姨父的话 重返梁家和 决心走群众路线 习近平才在当地的农民的认可 信任 尊重中 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在远离了北京那个政治文化中心之后 习近平虽然摆脱了身边直接的压迫 却并没有完全彻底的摆脱政治歧视 许多在文革中遭受整肃的风姿修的后代 插队到农村后 体能受到严峻的考验 精神心理却获得了解放 因为老乡不管你是何方神圣或贱民 不管你姓茅姓蒋 黑帮白匪 只要你肯干活 能吃苦 老老实实的过日子 踏踏实实做人 他们就认可你 同情你 帮助你 跟你一个抗上拉家常 甚至听你显摆成礼 书上的那些新鲜事 习近平返回梁家和之后 确实一方面 跟其他的黑帮子弟一样 赢得了乡村 那个常识世界的认可 他是通过自己的劳动 另一方面呢 他父亲习仲勋 在那方土地革命经营了前半生 远近文明 所以他父亲那顶反党的帽子 文革的罪行 也就随之而走 老乡们都知道 当年咱这块那个习仲勋 犯事了 村里老乡不禁官家门 不理这个茬 但是公社 县里 省里 无形中压力是越往上越大 所以习近平远离了 康生这个中共内部的特务头子 没法子远离中共支部 建在村里的 无所不在的共产党的淫威 说到底 习近平插队时的身份 作为青少年 他不能跟普通的知青相比 作为黑帮分子 他也不能与文革中的其他另类的后代相比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中国大量的政治建民 产生于文革 终止于文革 而习仲勋先生 自文革之前的1963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了 文革对他们家而言 雪上加霜而已 等到文革结束 习仲勋虽然已经解除了在北京卫戍区的所谓监护 人却依然下放在洛阳 这期间习近平从初醒人世的九岁到成人之后的二十六岁 人生重要的成长阶段均在贱民阶层遭受歧视和虐待 苦苦挣扎 他不仅是中共党内最早 最小最孤独的贱民 他也是受压抑时间最长的贱民 各位读者听众 本节目用了整整一集的篇幅 陈述至此 是为了提出下边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习近平 又学到弱冠之年的底色 去黑而厚重 按照逻辑 习近平在异地他乡获得生命尊严 踏上个人奋斗之途之后 即便不敢 也不能反对置他的家族于黑暗之地的中共 也该至少出炉为共产党的陌路人 而另谋他途 可是他不仅不是陌路人 反而一心一意要成为共产党的接班人 这是为什么 自从本世纪中共权力阶层换代 是否有人问过关注过这样问题 诸多父辈在共产党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被折磨至死或死去活来的红二代 居然有很多依然要进入这个不断实行自我大清洗的政治组织 这是什么原因 具体到习近平是怎样一种状况 自由亚洲电台 北宁非常识 我是北宁 我们下次接着讨论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在2016年设立的 终于统计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中政治与会出现频率的数字显示 当局宣传主调从过去主要围绕着一带一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经济政治议题 转为聚焦新冠肺炎相关话题 例如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去年占据最高的废级 唯一不变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提及的次数始终高居不下 觉得注意的是 自去年1月21日至12月25日 疫情防控一词总共出现在6828篇人民日报的报道中 和该词搭配使用频率最高的包括六保 社区 干部 经济社会发展等 报告分析 这些作为官方宣传论调中不可或缺部分的关键词组 有助于分析中国当局的首要任务以及议程 报告还说 当疫情逐渐收到控制后 中国政府继续牢牢把握舆论话语权 开始正面描绘中国的抗疫故事 通过观察2020年4月至5月 中国外交部的例行会议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出台的白皮书 以及习近平9月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的演讲等 都可以看出北京方面对外极力强调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中国担当 然而中国官方的对内口径似乎没有如此自信 习近平去年3月赴武汉考察疫情时 曾形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要求有关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 不过报告说 有着疫情防控和短板组合的541篇人民日报文章 通知公共卫生全球治理及经济恢复上的缺失 只有15篇报道使用了和习近平讲话欲尽相近的词语 但除了讲述湖北省前省委书记 像超粮以及前武汉市市委书记马国强的工作失误外 没有具体解释何谓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 自由澳洲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整理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林峰2021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党史学习动员教育大会的时候呢 要求在全党展开党史学习教育 他表示要用中共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但是他也强调要树立所谓正确的党史观 坚持以中共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有关精神为依据 准确把握中共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而且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而且他还特别指出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那么什么是所谓正确的党史观 习近平口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习近平既要党员学习党史 又对所谓错误的党史如此忌惮呢 那么时期大家谈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教授宋永毅 那么宋永毅教授呢 长期是研究中共的文革史 我们欢迎宋教授 谢谢林峰 谢谢观众朋友们 好 今天第二位嘉宾是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先生 徐先生也是长期研究这个中共的这个文革历史 我们欢迎徐先生 许臣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先来请教这个宋教授 宋教授今年是这个中共建党一百周年啊 那么这个习近平是在2月20号的时候呢 在北京主持这个召开这个党史学习教育中原大会 要求全党范围呢 开展这个党史学习教育 他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好国家 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 我想听听您这个看法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求这个党员来学党史 而且用习的话来说呢 他要求党员学党史 他说是为了鼓舞斗志 明确方向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 启迪智慧 砥砺品格 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听了这个你介绍的这个习近平的讲话 尤其看了他所用的那些华美的词照 这个我呢就产生的有这么两个感觉啊 第一个感觉呢 就是说这个毛泽东在1939年的时候 他曾经提出过说中共夺取政权 或者说他将来巩固成权啊 他有三大发宝 那个三大发宝呢 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那么这个中共的语言啊 尤其是他那些官方的口号 是需要翻译的 那么我想简单的给他翻译呢 就是说他的所谓党的建设呢 就是党的谎言了 他的武装斗争当然是暴力了 他的统一战线 那就是国际国内外的欺骗 那么中共是说的很清楚的 就是说他的党的建设呢 是最重要的 就是另外两个统一战线 武装动争是重属于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 那么这个党的建设 是在什么情况下 他会大张旗鼓地提呢 也就是说发现问题了 那么习近平已经讲了 这个以前的中共党史啊 有什么历史虚无主义了 有什么不正确的党史官啊 等等等等 实际上说明了什么呢 实际上说明中共原来的党史 被掩盖了的那些真相 就不断地被记录出来 那么他在这个全国人民也好 他全党也好 这个心中啊 对他以前制造的那些谎言呢 就产生了怀疑 就失去了信心 所以他现在呢 就要利用他这个政权啊 就是要强烈地掩盖这些 已经被记录了的历史真相 重新用谎言来统一起来 讲的难听点就是谎言自大 然后呢又达到谎言自国的末点 那你讲这个历史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真实两个字嘛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历史 小到一个村庄一个学校的历史 如果你离开了真实 你一定要统一到一个虚假的历史中间去 我认为是不能达到成功的 当然你有强权可以这么做 那么他也提到了这个两个历史的军意 这个我想我们下面还会继续讨论的 那我刚才听到你讲的一个 历史的反应大概就是这两点 好的那么想接下来请教 徐友谊先生就是 你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您认为这个为什么呀 这个习近平要在这个中共建党100年 这个到来之际呀 要求这个党员来学习党史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过去呀 应该说也是历来要求党员来学党史 那这次动员和这个过去相比呢 您认为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在共产党尤其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传统中间 历史实际上是为现实服务的 因为一谈历史就要谈到历史的规律性 历史的逼然性 从这里面就能够派生出一个政党 或者是执政党它的活发性问题 就他们通过反复的谈历史 尤其是谈党史来达到这种 认证自己活发性的这么一个目的 这是共产党一来爱大谈党史的这么一个原因 这一次谈了跟以前不一样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就以前谈党史实际上是要强调 要全党要服从当时的 就过去谈历史的那个时候的领袖 现在谈党史就要他服从 现在的这么一个领袖 就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统一的意志 统一的步伐 完全说要统一全党的这种决心 我觉得他随时都需要做这种事情 今天刚好一百多年就提供了这么一个由头而已 实际上这种事情是从来都是不间断的 定期的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好 谢谢徐先生 那么宋教授就是习近平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 大谈特谈所谓这个大的历史观 还有历时代大潮 用了很多大这种豪言状元 他我们举例来说就是说 他说在一百年的这个奋斗中 中共始终以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 把握历史大势 那么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 而且他还说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树立大的历史观 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 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 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 预见性和创造性 用了很多大 那您怎么来评价他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为什么他要说大的历史观 那这个大历史观和小 相对来说就可能还有小的历史观 就是说您认为他为什么要特意的来强调 要树立这个大的历史观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听了你刚才介绍的 那个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说他现在习近平啊 和他这个就是讲话动不动开书单 他读过多少书啊等等 有的时候就是越是文化比较低的 他越是要故作深奥 所以你看他用了很多大 很多那些华丽的词照 在我看来的两个感觉啊 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说 他那些讲话自相矛盾 他自始至终说 中共自始至终是把握的死大事啊 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啊 如果你这个一百年以来 全部都是正确的话 那我们就不去讲他了 举个例子说 你现在讲到一九八一年的那个 关于建国以来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恰恰是假了 就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的错误 很多的东西需要吸取教训 那如果说你完全正确处理了 你就没有反右的错误吧 你就没有大饥荒死几千万人吧 你就不会发动文革嘛 你就没有八九这样臭名昭著的镇压吧 所以我讲他这个是自相矛盾 第二个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他这个现在蜂蜂蜂雅 很厉害 毛泽东时期的这个中央的文件 中央的口号提法 他还比较之间 现在你看那个东西呢 就是一大堆华丽的词照 然后呢 你觉得就是说云里雾里 而且喜欢用那些时髦的学术界的 那些诚就那些词汇 比如说大历史观 在你查一下这个百科全书 你就知道 就是在英语来说 他叫macrohistory 那么这个macrohistory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就是说 他注重在世界范围之内的 一个系统和另外一个系统的比较 比如说 你把这个日本的封建主义 和欧洲的封建主义进行比较 那个就是比较大的历史观 那么在中文的世界中间 我记得是一个美意的华裔学者 叫王仁宇 他在他这个书中间 他这个万历十五年 还有中国大历史啊 等等这个书中间 就提出了就是说 这个整个历史的把握呢 尤其是他讲中国两千年以来 常常以道德代替法律 所以这要注重那些数据层面 技术层面的探讨 那这个当然这个大历史观 也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 也是学术界的一家之说 那你现在乱用这个专业的名词 大历史观 你是不是要回到黄仁宇呢 你回到黄仁宇呢 那你这个马克思主义又不行 所以我刚才觉得就是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第一个他自下矛盾 第二个呢 他浮涌风雅 你讲了半天以后呢 就是提供一个虚假的东西 好 谢谢宋教授的这个分析 那么我们接下来请教这个徐有余先生 就是这里边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或者特别值得大家外界关注的一点 就是说他提出啊 要树立所谓正确的党史观 那么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说呢 就是习近平首次提出这种说法 那么也就是说 按照他这个字面的含义来讲的话 他这个意思就是 中共党史上有正确的党史观 可能也有不正确的党史观 那么中共官媒那个解读说法 是所谓正确的党史观 就是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 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 那么您对此如何解读 那么中共关于历史问题的这个两个决议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呢 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个是1945年 中共的六届其中全会做出的 关于党的落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是谈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大之间 关于党的历史 造出了一个定义一争的 统一口径的一个做法 这是第一个决议 第二个决议是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 关于建国以来 落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谈的是中共在1949年以后 建政移植到文化大争 这段时间的历史 这是两个东西 基本上就覆盖了中共建立以来的那段时间的东西 这是两个东西 至于谈到正确的党史观 我觉得这个提法 现在的我觉得中共的宣传机器实际有点夸大 其实其实中共历来对于党的历史 历史观历史的表述是 它觉得非常严格的 监控跟把握的措施的 那种尺寸是最严格的东西 什么东西能提 什么东西不能提 什么东西提到哪一步都有 实际上从来都在贯彻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我没有仔细考证 是不是以前没有这个提法 我也不知道 就算没有这个提法 实际上从来贯彻的 都是要搞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只不过没这么明确说出来而已 实际上在这方面 实际上是审判的最严格的 从来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好 谢谢徐先生的这个介绍 那么宋教授就是 很有意思就是习近平说呢 关于这个正确的历史观 他有一个说法叫 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主流本质 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 用他亲自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 这个一直在说反 所谓这个历史虚无主义 那这次是习近平本人也提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有个微信公号 叫学习小组 他还表了一篇文章 来解读这个习近平讲话 他说符合中共 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 和党中央有关精神的 就是正确的党史观 那么其余的呢就是错误的 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这个文章还说呢 一段时间以来 有人以重古历史为借口 以史料勾成为幌子 妄图歪曲历史 割裂原流 否定党史的主流和本质 有的以庸俗 低俗 媚俗的手段来涂抹历史人物与事件 有的丑化党的领袖 对阴谋人物进行细说恶搞 那么还有的是对早有定论的汉奸 反动派 卖国贼等搞所谓的重新评价历史方案等等 那么您怎么来看 就是中共所谓这个历史虚无主义 特别是习近平这次本来也提到 这个历史虚无主义 那么为什么在中共看来呢 历史是有正确的 也有错误的 有正确党史观 又不正确党史观 而且为什么这个党呢 会惧怕人民谈论它的历史呢 我是这么理解 这个很简单的来说 习近平说这个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啊 就把这个词颠倒一下 他就是要什么呢 他就是要虚无历史 也就是说 这个历史啊 是我要让你知道的 我就不把它虚无了 我要掩盖的 不让你知道的 我就把它虚无掉 就不让你知道 那么这个我刚才讲了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要用谎言来自打 对吧 那么这个是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呢 就是它的所谓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呢 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严格的 那中共刚才这个徐有余教授也讲到 因为这是有的 但是在目前这些情况下呢 它要把它变成更为严格的 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研究历史写作或者解释历史真相的进去 就是它不让你知道的 它一定不让你知道 哪怕你已经知道的 它也要把它篡改 它也要把它重新阉割掉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近年以来 在研究这个中共的历史和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方面 是有很大进展 比如说研究土改 我们就得出了 实际上这个土改是一个暴力土改 而且呢 消灭了很多的中国勤劳自负的中产界所谓的地主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反右 实际上它把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完全给消灭 那更不用说大饥荒 那因为它的浮夸风造成了三千多万人的无故的死亡 那么所有这些呢 它都是要把它掩盖的 要把它虚无掉 那另外它这个所谓主流非主流的说法 这个完全是一种文革思维 这个大家都知道文革中间啊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总有饶泽东的帮手 比如说这个林彪嘛 他讲得很清楚嘛 他就说你一定要看主流 你要看到这个成绩是最大最大的 这个损失是最小最小的 也就是说任何错误 他都可以说不是主流 使再多的人 他也可以说不是主流 这个完全是 就是说这个和他自己的都是这个 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我觉得习近平这个 他讲的刚才徐有名教授提到这两个决议了 第一个决议的上前不论 第二个决议啊 他就有问题 即便你去学第二个决议啊 和习近平目前所要主张的也是自相矛盾 有一个笑话嘛 是真实的事情 我在中国大陆一个研究文革的朋友 他就把这个第二个决议啊 放到微信上去 就被微信禁掉了 说你这个讲这个决议啊 和中央关于文革的这个精神啊 不相符合啊 这个不是这个信使啊 你想想笑话吧 后来我那个朋友就告诉他说 这个恰恰就是1981年的中央军议 那个微信还是把他给封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比如举个例子说 在这个81年的这个军议中间 特别提到了批评的华国锋的 就说他压制了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80年代 关于真理标准的七八十年代 这个讨论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说衡量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是事实 而不是某一个文件 而不是某一个人的讲话 因为那个是要反对这个华国锋的两个凡事 要突破这个毛泽东讲话的这么一个翻篱 对吧 那邓小平才能上去 那你想他现在说 所有的东西都要和文件符合的才是真理 那你不是矛盾的吗 因为1981年的文件本来就是说 当然这个文件也是不理想 对吧 但是这个文件至少说了什么 至少说了你要注重这个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而不是本本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好 谢谢宋教授 那么徐先生就是还是关于这个 这个虚无主义啊 这个学习小组的这篇文章呢 提到 也还提到呢 就是说习近平曾经表示过说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 那么这是他引述的一段话 那么国内外敌对势力威胁 就是拿中国 拿这个中国革命史啊 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 竭尽攻击丑霸污蔑之能事 根本的目的呢 就是来搞乱人心 那么我想请教你 如果说中共的历史 清白 那他会不会害怕被别人搞乱 那么中共的党史是不是说 也一定要姓党呢 其实中共的党史不但姓党 远远不止这种一点 而且它实行党的第一把 跟党的第一把 这种姓是一样的 光是 光是 整个是中国共产党好 中国共产党党也好 这完全是不够的 一定要说到 党的第一把手 才是唯一正确 唯一英明的 在斗争中间涌现出来的 一定要到这地步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极端的说法 这种说法实际上 实际上是不沉溺的 因为党的东西 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 历史实际上是随着 人们发现新的事实 发现人们历史学家提出新的理论 总对历史实际上 要做补充跟修正的 没有一个定于一正固定不变的东西 自然活学的理论都没有 活宽是历史 那更是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要求有一个性党的历史 或者有一个跟党的第一把手 同性的党史 这是一个完全说不通的东西 所以中共的党史就显示出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随时随地的涂抹跟改写 其实它从来没有一个仪贯跟有一个定论的东西 它随时都在随着实在需要 随着胆的第一把手的现实需要来改变 对我一个东西实际上这种容易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 其实它用这个此时间 用在自己程度的时间是最准确的 而不是用到历史学家的考证上方面 谢谢徐教授 那么宋教授就是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华国锋 那我们注意到中共日前是高调的纪念 华国锋战辰这个100周年 那么主持这个纪念会的这个座谈会 是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个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还有另外就是国务院副总理 也是这个政治局常委 韩正这两位 那么王沪宁在这个致词中 他说我们纪念华国锋同志 就是要学习他党性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坚守初心 心信人民的深厚情怀 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等等 那么想听一念 这个为什么中共要这个高调的来纪念华国锋 而且为什么是王沪宁和韩正这两位 来主持的这个纪念座谈会呢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说王沪宁和韩正 为什么他们要来出面 那个我也不太清楚了 因为我想这个大概是习近平分给他们的任务 但是有一点呢 我想讲一讲 就是说王沪宁和这个韩正呢 都是上海帮了 那么在这个中共的党史中间 尤其文化大革命 这个中间呢 上海帮的声誉都不太好 那个就是经常他们充当吹鼓手 第一把手的啊 另外呢 经常就是说这个说谎啊 这个你就像姚伦园啊 葬春桥啊 这个主要的宣传的干部和宣传机器都是上海帮 但这个情况呢 我不太清楚啊 那么我讲这个 他现在提倡这个学习华国锋呢 给我的感觉呢 是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说他完全是失用者 他现在套在华国锋头上呢 就是什么党性坚定啊 对党忠诚啊等等啊 那个讲了半天啊 就像刚才徐勇于教授讲的 他讲过去是为了现在 那么他就是要全党 像华国锋那样呢 忠于毛泽东那样呢 来忠于习近平 但是呢 他忘了 就说在中共党内 尤其是在历史学界 华国锋更值得人们趁早的 还有那么一些东西 比如说 第一个华国锋是中共历史上 最为宽容 比较包容的一个爹把手 一般来说 他对不同意见 他不尽情打压 他让你讲话 那么另外你还注意到 就是这个华国锋啊 当时叶剑寅给了他一个称号 叫英明领袖嘛 但是他多次提了 说不要提英明领袖 也就是说 华国锋实际上对个人崇拜 他还是反对 那更不用说 华国锋在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组织了一个政变嘛 他认为四人帮不行 他就动用军队 把他推翻掉 那这个三点 李习近平为什么不讲呢 因为这个三点对你来说 都不合你的胃口 对吧 你最不包容 对不对 那你最要搞个人崇拜 然后你也怕下面造你的反 所以我讲 他是非常适用主义的 另外一个隐约的感觉呢 因为华国锋是山西出来 那么习近平的父亲呢 习中勋呢 是山西出来的 他们在中共的党内啊 都不是主流 就都不是这个刘少奇啊 邓小平啊 你包括毛泽东 从江西出来的等等啊 所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意思 这个讨论啊 就是说因为习近平本人和红二代相比啊 他常常也有系统上的自卑感 因为他是这个中共党内的这个派系中间 数出了 就讲南天一代 他是庞兹 他不是主流了 对吧 那么他现在提华国锋 哎 华国锋山西出来 他也可以做第一把手 那我父亲是陕西出来的 那虽然不是红一方面军 虽然不是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正宗 那我为什么不能做第一把手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明离是台华 暗中是扁正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我不敢说啊 我只是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好 好 谢谢宋教授 还有一点点时间 也请请这个许友宜先生来简单谈一下 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共要高调这个纪念华国锋 那是不是说他要 他会全面否定这个邓小平呢 这很难说 当然有这种可能 这一点 可能宋教授的离心是有道理的 就是把重担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这么一个形象 这种有可能 但我更强调的是 其实在一百周年 碰巧是华国锋 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也会选另外一个人 因为现在我觉得中共领导人感觉到了 有统一 在全党统一认识 统一意志的这么一个迷迫的需要 随便哪一个人刚好是一百年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人也可以这么做 因为至于给这个人怎么定性 把他们哪些优点哪些藏处突出出来 是随着宣传 你随便怎么说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一百周年纯粹是就是有这种统一 认识跟统一意志的需要 当然另外一点呢 华国锋刚巧有个特点是 现在特别投入现在的需要 就华国锋这种特别老实跟本分 而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特别希望 国际领导干部 或全部党员最大的 最优秀的品质就是要 平化跟本分 这一点华国锋刚好又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这种东西偶然因素跟必然因素夹在一起 华国锋就要被诉出来 如果不是华国锋是另外一个人的话 也要把它塑造成这么一个形象 以共为党的需要服务 好的那对不起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时达谈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我们再次感谢宋永毅教授和徐友谊先生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 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峰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为什么要歌颂暴君呢 回答比较一致 谁想当暴君就要歌颂暴君 最近大陆有一个电视剧 明目张胆的歌颂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 于是议论纷纷 当代暴君的话题又开始热闹起来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电视剧成为了热播 这好像很奇怪 为什么暴君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呢 以我的观察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在共产党几十年的暴政 暴政之下人们已经习惯了 麻木了 不知道害怕了 而且在共产党多年的洗脑宣传下 人们认为暴政不可避免 至少也是不能推翻的 那就接受现实吧 既然反抗也没用 那就躺着享受吧 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 可能就是这种躺着享受派 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资格躺着享受 甚至有些还发展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热泪盈眶的为暴君辩护 精英阶层包括海外精英里边都不缺少这种人 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叫做大秦富的电视剧编导们刻画了一个蛮有人情味的秦始皇 让那些低素质的人们看得眼热 正好借此教训已经蔫头大脑的男人们好好学习 在家要有人情味 在外要像男子汉 至于历史上什么样子的 那不就是金庸小说那样 就是细说电视剧那样吗 男子汉们在家里是不敢谈论暴君的 据说电视剧删掉了秦始皇扑杀二弟的段子 这一被两千多年来文人学者们用来形容他暴虐性格的段子被删除 恰恰凸显了审查者的核心目的 就是歌颂暴君 秦始皇也是个人 当然也有人的一面 但他作为统治者 带给人民的更多是暴君的一面 这就牵涉到什么是暴君和暴政的定义 两千多年来人们通斥暴君和暴政的论述和牛冲动 这些暴君和暴政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无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为了他们的伟大目标 奴役人民不惜民力 为了不惜民力就实行言行俊法 为了实行言行俊法威慑人民 就要无视人的尊严 包括豢扬小人酷吏 败坏社会道德 制造社会动荡 文革时期为什么全国从上到下 大多数人都反对毛泽东的暴政 就因为大多数人都感受到失去了人的尊严 失去了应有的安全 失去了社会道德和相互信任 失去了谋取更好物质生活的权利 除了少数毛派既得利益者 大多数人都不能忍受失去了人权的奴隶一样的生活 因为这样的群众基础华国锋为首的共产党高层 才能够一举颠覆了毛派政权 而且没有引起社会动荡 当时不仅人民群众 共产党内的多数也认为 毛泽东和苏联那一套封建农奴制的体系 不能延续下去了 从华国锋到邓小平都认为必须改革社会体制 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改革开放 但他们也都认为不能放弃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 于是就有了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半调子改革 他们吹嘘那叫做中国模式 其实也对 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实行的 用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 并不是总设计师的天才发明 在现代民主制度形成以前 这个模式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先进的模式 但在用民主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体制面前 它显然是一个落后的制度 不但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而且不能适应现代人们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要求 现在西方人民也已经认识到 继续给专制国家输血 不仅危害到他们自己的利益 而且危害到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和价值观念 停止输血外交 已经是新的政治正确 中国模式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于是中共选择了习近平 同时选择了回到残酷镇压 加强专制的暴君模式 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专制既得利益 宣传专制暴君 就成为中共的不二选择 陈平在他的眉山论件微博写下 我现在所在的德州首府奥斯丁的高科技区 在15号因为涂降几十年不抑郁的冰雪停电7小时 还标记着德州涂降大雪导致大面积停电 并附上自己在一栋住家前冰天雪地的自拍照 陈平隔海告诉观察网说 他目前被困在家中无法出门 昨天当地商店的蜡烛打火机炭炉都卖光了 他说沿海大城市的高层建筑一旦断电断水 不战自乱 他还介绍他所在的区域 位于德州首府奥斯丁西北部高科技区 离苹果加古文公司很近 陈平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经济学院的教授 眉山论件节目主持人 陈平曾经因为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爆红 李宁说 我在中国 如果我一个月有两千块钱 这个工资 美国还不到 这个一千美元 我活得比在美国 有三千美元还要舒服得多 所以美国现在在水深火热里面 这位著名的反美教授 近日因为德州遭遇寒流出现大规模断电情形 意外曝光 他早已定居该地十九 他的微博激起中国网民留言一面倒的批评声浪 又一个住在美国吹中国的人 这事好黑色幽默 还有人喊 一方面全家移民 一方面处处煽动中国与西方和美国对立 日前才刚发布一段视频评论 亲眼见证了中国从饱受趋入到崛起复兴 还标记非常高兴 他提出的代谢增长论 80年代就预言 后期的集体主义文化 如果他的学习速度超过个人主义文化的创新速度 后来可以居上 向我的父母 向我的外公 回报的话 我会很骄傲地说 我竟然活到了 今天能够见证中国的崛起 今天 我看到了 我们将三代人的梦想成为现实 三代人的梦想成为现实 却没有让陈平留在梦想的中国 更早之前的视频 陈平早已泄地 对德州的生活物价了弱执掌 像陈平这样打着反美行动 却打脸的还包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他曾经公开表示不建议送小孩出国留学 但是日前却为刘美的儿子主持婚礼 视频在网络上爆红 网民在网络平台大骂金灿荣 太虚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北京一场论坛表示 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其根源在于美国前政府出于自身政治需要 对中国的走向和政策做出了严重的误判和歪曲解释 借此出台的各种遏制打压行径 给两国关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王毅说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 首先需要打破 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 而人为气起的高强 真正客观准确的了解中国 王毅表示 希望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停止对中国的猜疑和对共产党 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 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 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王毅希望美方尽快荡气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王毅的谈话 架构在日前习近平对拜登通话提到应该相互尊重 不干涉内政、管控分歧、避免误读误判等主要基调 不过王毅进一步将中美僵局甩锅 是特朗普政权的问题挑起美国政府前后日矛盾分化 并进行切割处理 对此特朗普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余茂春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反驳说 王毅说这个话没有任何底气没有什么逻辑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对中国过不去的问题 是中国跟全世界都过不去 所以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没有几个朋友 不仅仅是说这个美国跟他不好 他跟欧洲的外交跟周边国际的外交 基本上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 所以说他把这个事情推在美国身上 这个是贼喊作贼 所以说他是没有根本道理的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也不认同王毅将中美关系交恶 单方面宪责给特朗普政府夏明说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同场座谈也强调 在台湾、涉港、涉江、涉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中方没有退让余地 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对此余茂春认为 这不是说底线不底线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香港、在新疆、在对台湾的一问题上 他根本自己就没有底线 他是没有无所顾忌 所以说呢 我觉得中国说的什么底线 表面上这个非常振振有词 实际上呢心里面很心虚的 余茂春还说 大面积的盗窃美国的商业机密 阻止全世界受到疫情折磨了国家和国际社会调查疫情的源流 甚至对中国境外的一些进步人士的这个民运人士打击 通通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内政 所以说中国政府要让别人尊重 他首先得尊重国际上的基本法则 对于王毅称美方应该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 不合理关税以及放弃对中国科技进一步的无理打压 夏明指出中方倒果为因 过去美国协助中国发展采取绥静政策 但是当美国看清中国透过不合理票窃和扩张 想推翻美国的霸权野心 美国绝不会做第二把交椅 夏明强调 中国跟美国的冲突涉及基本价值的冲突 如果中国政府不认识到它的冲突 不仅是跟美国冲突 而且跟西方国家都有冲突 中国如果它没有自己的进步的话 中国跟美国跟西方跟世界的冲突再做难免 自尤亚洲电台记者谢小花台北报道 近年年底 BBC发布了一部题为一年后 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了武汉的纪录片 通过采访几位武汉市民的近况 描绘了全球的首个疫情重灾区解封树院后的景象 这部纪录片全长17分钟 分中英文两版 改篇发布两个多月后 突然陷入了中国的舆论漩涡 多家中国官媒近日引述国内网民报道 改篇英文版看上去被人刻意打上了一层阴间滤镜 而中文版却色彩明亮 看上去没加滤镜 《环球时报》上周发文说 这是BBC对中国采取了卑鄙省断的确凿证据 有网友嘲讽说 中文版是中国市场测工版 还有人表示这说明了BBC内心的阴暗 记者注意到 与中文版相比 改篇英文版色调的确显得灰暗的多 夜景也明显泛黄 不过从内容上看 这部纪录片呈现出的却是一种乐观的基调 通过采访一位曾在疫情期间 唯一获人员理发的理发师 武汉解封后成立的热干面乐队创始人 一家美食街面馆的女老板等人 改篇刻画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武汉人 是如何试图从疫情一霾中走出来的 整篇政治色彩很淡 片中的个别政治言论 也迎合了中共宣传的主旋律 看上去并没有被当局视为敏感内容的片段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认为 制片人有自行决定色调的选色权 外界显然无权干涉 这个完全我告诉你就鸡蛋里头挑骨头 而且你没有权利要求全世界的专业的新闻公社者 都按着你党媒姓党 请您检阅这个条条框框来对中国报道 因见绿境一事闹得如此沸沸扬扬 就连并未参与本篇制作的 BBC驻华记者麦迪文都发退说 这些指控显示出了中共对这家媒体的攻击 已经变得多么愚蠢了 他还转发了参与该片中文版制作的 BBC制片人汪一青的推文 这位制片人说 这部影片是用Log模式拍摄的 这是一种防止过报或欠报的归动模式 需要后期调色 由于中英文版本是分开制作的 而他与英文版制片人在不同地区工作 所以出现了颜色差异 报道中国时事的新闻网SubChina主编金宇敏表示 就像一部新闻纪录片的色调非常荒谬 因为这抓错了重点 天看上去是什么颜色的 并不是这部纪录片的实质 报道真正的新闻点在哪里 我认为这是中国官媒助长的一些无稽之谈 值得注意的是 影间滤镜仪式被中国媒体大肆炒作 就发生在BBC在中国被全面禁播几天后 中国广电总局本月11号宣布 曾禁止BBC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 这意味着包括国际酒店和外交机构在内的所有国内场所都不能再播放该频道 中方此前指责这家媒体有关新冠疫情和新疆局势的话题的报道 是在蓄意抹黑攻击中国 不过 议论普遍认为中国全面封杀BBC是为了报复英国前不久对中方媒体采取的行动 本月4号 英国通讯管理局吊销了中国国际电视台的执照 称持有该执照的新华传媒对该频道并没有控制权 这违反了规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随后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英国的这个决定 并表示中方将保留做出必要反应的权利 高于判断 指控BBC使用阴间滤镜显然是中方报复行为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对BBC的政治上的报复 它在中国就要借着这个片子 在掀起一股声讨BBC的这种声浪 显示道理好像在中国这方面我们禁止得有理 BBC网站和应用软件早就在中国北京 而BBC世界新闻台自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也已进博 只有个别室外场所提供相关频道 自于爱人电台记者江澳华盛顿报道 本平台权威牛管大杯权威热点解机 三权合一 各位好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三权合一节目 我是主持人唐佳杰 今年是牛年 您的家族里有要迎来牛宝宝金牛报喜吗 在中国呢最新的数据却显示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四年大幅下降了 政府还在考虑要开放全面生育以解决人口塌陷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 先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 首先欢迎好久不见的资深媒体人江峰先生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江峰老师新年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王健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王健老师 第三位是时事评论员任松林博士 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 欢迎任博士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的数据 中国出生率已经连续四年出现衰退 2020年新生儿的数量为1003.5万 创下1949年来的新低 甚至比三年大饥荒时期还要少 与此同时呢 中国2019年末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54亿 占总人口比重的18.1% 已经超过了少儿人口的比例 出生人口锐减 老龄人口不断攀升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让中国政府非常头痛 我想先请教张峰老师 国家卫健委18日在回答 解决东北人口减少的问题的时候呢 提出开放全面生育的试点方案 有人说东北的今日就是中国的名誉 我们从东北谈起 为什么东北会陷入人口困局呢 开放全面生育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谢谢自由亚洲电台的邀请 这个问题呢也问得特别好 咱们不是去纠结于中共为什么选择东北做试点 而是直指东北陷入人口困局的缘由 这个全面放开生孩子 他的依据是什么 说人口负增长 人少了 那么我们要问人哪去了 对吧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答案就在美国独立宣言 那句被称为英语世界最著名的句子 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所有人都被平等的创造 创造者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下东北这么糟糕的生存环境 经济环境 人们当然就要离开 当然就要去追求幸福 去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地方 人口就会流失 这根本不是中央允许你生多少的问题 而是要根本解决经济问题 解决让人们能有愿望留下来的这个问题 日子不好过 连新婚夫妻自己都没有信心过好 他们能放开胸怀 让自己下一代遭受自己同样的痛苦吗 不会吗 其实东北的状况不是这几年才恶劣的 东北的经济条件呢 过去根本就不是这么糟糕的 咱们今天呢 应该先说说东北的经济条件 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才造成今天这种人口危机的 早在军阀张作霖时期 东北的钢铁煤炭中工业自成体系全国 第一 加上粮食加工仿制食品工业 东北地位在中国是无可比拟的 后来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来了 他不是说要像中共电影里描述了鬼子建村了 不是的 他在东北把这个东北的建设 当成日本大后方建设 甚至他有整个日本的都要搬过来这个架势 按这个架势来经营的 1945年二战结束之前 日本本土工业生产受战争的影响 因此东北成为了亚洲工业规模第一 毛泽东为什么亲尽全力把延安、华北、华东 最好的干部、最好的部队调到东北去抢地盘呢 毛泽东说了有了东北就算丢掉全国根据地 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多么看重东北呀 其实毛泽东真的是没有说错的 历史发展就是这样 中共历史上两场最大的战争 一个是国共内战 一个是朝鲜战争 靠的都是东北为主的经济支撑起来的 这么牛的东北怎么就成了今天人们为了幸福 而不得不出走的这么一个悲惨家园了呢 大家知道苏联出兵在东北抢夺工业设施这个事儿 对吧 很熟悉了 我这里也不多讲了 就说说很多朋友不了解是中共怎么折腾东北的 50年代因为朝鲜战争的缘故东北是重点经营 但是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开始变了 整个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 东北的物资完全是无偿的调配全国的 无论是钢铁 机电 汽车 尤其是这个跟苏联闹翻了之后 中共就不愿意再往东北投资了 因为这是离苏联近嘛 他把苏联一进来后把这东北东西都抢走了呀 特别是后来搞了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 中共建政前东北三十年积累下来 最重要的是什么 技术人才熟练技工 结果根据三线建设 全掉了全国各地 流失了 当时安钢中央下任务上包建贵州的水缸 东北的一气包建二气 这整个就把东北耗光了 毛泽东时代就这样通过这种低效能的大浪费的计划经济 在经历了共产国际的这种运动的动荡 把东北掏空了 那么到邓小平时代呢 中共这个 所谓的倾斜政策嘛 优惠政策在广东就是什么 这广东好多地方就不交税 三减两免 到了上海的就是少交税 原来上海说是中国最大的上缴利税的大户 其实不然 上海享受中央支持之前 让它少交税之前呢 跟上海原来一样承担最多上缴利税的是辽宁 排在全国上缴利税前列的是辽宁上海 还有东北的黑龙江基里 辽宁是加上了几个计划单列事像沈阳大连呢 所以它排在上海前面 东北安刚原先是全国老大 所以中央让它上缴的利税比它的同行 什么首缸武缸要多出好几倍 结果就很惨了 企业就没有多少利润流程 你看这个首缸 它这个生产的比你少吧 但它交的少呀 所以怎么花钱它都有钱 到了安刚这里呢 怎么去赚钱结果还就是没有钱 后来是逼着那些老安刚职工出钱 帮助企业去购买原材料来维系生产 你说那个场面得多悲凉 这是中国的第一号的钢铁企业 东北几乎所有那些中国经济的顶梁柱 都面临着安刚同样的情况 那你要是问了为什么不把东北的税减免了 跟广东上海一样发展呢 中共有一批顽固派 当时陈云这一批苏联计划经济培养的干部不放手啊 他们对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 你摸着石头过河根本不相信 谁让你摸着河里面摸的是什么呀 是吧 那陈云哪里出来的 东北 他就知道东北对于全国计划经济的关键作用 他不放手 第二 邓小平本身的自身也打算 他要东北为广东和上海保本 为什么 改革开放就是一场赌局 他搞经济不是为了全民富裕 是为了保障中共得以续命 万一改革失败怎么办 东北还留着呢 依然可以保全中共啊 有个基本的生存条件 第三什么六四 六四事件中断了赵子强这一派的全面视角经济转型 说党政分开嘛当时都有成熟的改革计划 结果现在呢 完整的改革开放变成了破脚的简单的市场开放 体制改革停顿了 东北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就是这个体制改革 东北的你看 失去了八十年代广东的起步 又失去了上海九十年代的重生 东北的老工业底子那么好啊 你只要改革体制上来了 它就能转好 但是没有盼来进入二十一世纪整个风向就变了 中共已经确认了跟美国搞好关系疏远 俄罗斯跟美国搞好关系 他发现了 邓小平说的嘛 谁历史证明谁跟美国搞好关系 谁的日子就好过呀 那紧靠俄罗斯的东北呢 就被轻视了 中央呢 后来定下来叫做不均衡发展战略 让沿海优先发展 虽然后来说是搞就是振兴老都 这个开发大西北都在振兴老东北之前的 所以大家看出来对东北是如此的漠视 或者说振兴老东北 那时候整个形势也变了 邓小平之后的中共党会把沿海这些蛋糕都给分好了 所谓振兴东北 就是对东北资源的二次盘剥 你只能起一个原材料供应的角色 你只能给东南沿海的提供原材料 那边生产架构那边赚钱 东北的家底就这样的渐渐的被中共给糟蹋光了 这个经济衰败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 你不改革东北的经济体系 中央不给东北松绑 改变它为东南沿海提供原材料这种被动被盘剥的定位 东北根本就没有活力 就没有生孩子的愿望 孩子就算生下来 你说那新生代 现在生的孩子过十几二年 他长成了 他依然是遵循独立宣言描述的那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继续他们的父辈的足迹 离开东北去寻找幸福 主持人 谢谢张峰老师的分析 我想接着请教王震老师 我们放大来看整个中国人口的情况 2015年中国的关键政策是开放了二胎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仍然没有上升 甚至进入了这个全国人口塌陷的危机呢 那么2015年中国开放二胎 那么到2016年实际上政策落地 那么到了2017年 中国的新生儿的数量达到了1723万 你是一个小高潮 然后就开始下跌 1819 1819的下跌 连续三年下跌 跌到了2019年的1465万 那么到了2020年 去年 去年的数据还没出来 但是呢 公安部最新发的数据 就是2020年户籍登记的新生儿 103万 那么比上一年下跌了 下跌了15% 那么这个数据还是很大一幅度的下跌 也就是说 开放二胎之后 中国新生儿连续四年下跌 说明什么 说明二胎政策没有效果 就是说 没有改变中国人口这个 这个塌陷的这个结果 这个进程 那么新生儿 如果 你可以看 人口塌陷意味着什么 人口塌陷意味着两件事 三件事 我们重新说过 人口塌陷 人口塌陷意味着三件事 第一件事 新生儿逐渐下跌 下降 那么2021年就是今年 今年新生儿的数量 可能会跌破一千万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总人口 中国的总人口 逐年下降 也就是说 按照义富贤先生的说法 是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下降 开始下降 然后 那么你可以看 新生儿的逐年下降 那么人口总数也开始逐年下降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老年社会更快的到来 那么局部的老龄化会提前到来 这就叫什么 这叫未富先老 那么 那么为什么会 这个开放二胎 新生儿还在下降呢 因为结婚的人在下降 那么 结婚的对数 2010年 是1241万对 到了 2011年 1300万对 2013年 1346万对 但是从2013年开始 后面六年 从2014年开始 连续六年下降 那么16年是1300万 15年是1200万 16年是1100万 17年是1000万 160063万 18年是1013万 19年就跌破1000万 剩下了927万 那么2019年的结婚的对数 比2013年的最高峰 跌了多少呢 跌了419万 所以为什么 结婚人口少 新生儿自然就会少 那么为什么结婚人口少呢 那我们就要看 结婚人口少的原因 是对上的那个人口出生的少 就是说 你看 1986年到1990年 就五年期间 当时的新生儿出生 都超过2300万 当时是2300万 尤其是1987年 40年的最高峰 2500万 那么这些人呢 2526岁 就到了什么时候 2010年到2014年 所以这段时间 结婚的对数 2010年到2014年 都是在涨的 对不对 就是连续在涨 1200万 1300万 1300万 到2014年 人口就开始下跌 为什么 因为进入90年代 人口开始下跌了 人口不断地下跌 那么91年 那么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结婚的人少了 结婚的人少了 那么新生儿自然就会少 而且你看之前的这个对应 25年前 2526年前 中国的这个出生的人口 你就可以对应 可以看到 今年 明年 后年 结婚的人数还会下降 也就是说 你可以预测得到 新生儿还会下降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结婚的人少了 所以新生儿再减少 还有一些原因是什么 现在结婚年龄普遍的 就是越来越高 婚龄越来越高 那么晚婚 甚至不婚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造成这个原因的后果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是受教育的年限加强 读硕士 读博士的人多 那么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大城市 大城市 高房价 经济压力大 还有一个 育儿成本高 这三个原因 都会造成什么 结婚人口少 结婚人口少 所以呢 单身人口越来越多 国家统计局有个数据 一户家庭 一户家庭就是单身 一户家庭什么情况 31个省 有8个省 一户家庭 超过20% 户籍啊 户籍 广东最高30% 上海浙江 超过20% 北京 22.6% 排第四 就是城市越大 经济越发达 单身人口越多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农村 农村 大家以为 农村的这个 这个结婚 生孩子比较 比较 这个快 比较方便 其实不是的 农村的 结婚的形势更严峻 现在的这个房 车 彩礼 加在一起过百万 取不起 现在农村的 这个男 男青年 取不起期 还有就是 人口比例失调 人口比例失调 男女比例失调 很多光混 戒不了婚 所以呢 你这些情况 加在一起的 结果是什么 结婚的人数在下降 持续下降 结婚人数 持续下降 然后什么 新生儿就下降 新生儿下降 造成什么 适婚人口下降 适婚人口下降 又造成 结婚人口下降 新生儿继续下降 这只是中国的人口形势 最终会形成什么 人口塌陷 老龄化社会 深度老龄化社会 就是中国现在的人口形势 谢谢王振老师的分析 最后我想请教 任松林老师 中国的政策 从晋生二胎 到现在又鼓励 人们生孩子 问题是东北经济萧条 许多人失业在家里 养得起孩子吗 医疗教育 父母职场的支援问题 跟得上吗 以前那句宣传口号 计划生育好 政府来养老的生育政策 跟当今的中国 面临人口困境 又有什么关系呢 中共的一个口号 计划生育好 政府来养老 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你不能单纯 从中国的这个 现行的制度 现行的经济来讨论 其实你要从 更长的一个历史长河来讨论 如果从1949年 中共取得政权 一直到现在来说 中国的这个 出生率 死亡率 和自然增长率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中国的这个 整个的自然增长率 在1960年左右 就是1958年到1962年 出生过负增长 为什么负增长呢 就是死亡率 竟然高达千分之三十 就是百分之三 是整体的这个 出生率也非常低 到了1961年 变成了最低点 这个最低点 是低于千分之二 所以说呢 到了这个1963年 中国就出现了一个 生育高潮 这个生育高潮呢 随着死亡的人数减少呢 也出现自然增长率的高潮 这个主要体现在哪呢 主要体现在农村 因为农村 饿死人最多 农村呢 自然增长率 在这个 这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就是中共的三面红旗的时代 这个死亡率非常高 自然增长率非常低 所以说呢 在农村就出现了一个生育高潮 因为在农村 不存在一个养老金的问题 也没有一个退休制度 只能养儿防老 所以这个事情就 由于这个高潮的出现 就触发了中共 从计划经济 一直延长到计划生育 这个计划生育呢 它所有的计划生育 其实是个短暂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由于这个 由于这个 62年左右的这个低潮 使得这个死人太多 自然增长率太低 突发性的一个高潮 中共的经济无法负担 它出现了一个非常 世界上都没有看到的一个政策 就是计划生育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 把人拉去堕胎 上环是非常残忍的 但是这个事情 大家要明白 这个事情就衍生到今天的问题 因为 这个生育高潮的时代 正好是60年代初 就是63年以后 到63年一直持续到1970年 这个高潮今天基本上都是 五六十岁的老人了 所以说中国的老龄化问题 和世界的老龄化问题不太一样 它出现了以后 就非常迅猛 迅猛到什么程度呢 这里有一种数据 你就能看出来 在1990年的时候 中国65岁以上的人 只有5% 到2010年 过了20年 就增长到10% 到2020年 就变成了13% 如果按这个速度 扮演下去 到2050年 就会增长到30%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生育率下降 而且这个大部分生育的人 都是在60年代左右 所以在 2000年 2002年到 2030年 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老龄化 这个老龄化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中共的经济 政策失败造成的 这个政策失败直接可以推到毛泽东时代的三面红旗 所以今天的老龄化 今天的老龄化是出现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非常城市化的地方 老龄化也要严重 例如北京上海 然后呢 更一个问题是 越贫穷的农村 老龄化越严重 除了这个人口老龄化 还有青壮年的净输出 所以说 你看今天的 就是现在的时间 最老龄化的城市是上海 然后最老龄化的农村 就是整个来省来平均 是黑龙江 黑龙江青海 这些老龄化的问题是净输出 包括一些山西啊 包括江西啊 这些是净输出 所以黑龙江的老龄化 等同于上海的老龄化 上海是知识 知识阶层高 他不愿意生孩子 而且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城市的房价太高 养孩子的成本太高 所以说呢 他不愿意生 但是农村呢 他生 他的老龄化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人口净输出 青壮年出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由于出去打工 这个地区贫困 他的生物率也在下降 所以说这里头呢 就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养老金的问题 养老金的问题呢 网上也有一个数字 非常惊心突破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城市 就是平均大城市 2010年的 领取养老金的数量 是老人的 58.5% 到了2015年呢 增长到 71.05% 就是说 他城市里 领取老 领取这个 这个退休金的人 比例增加了 这是件好事 但是另外一个事 你就看就非常 小城市 就是城镇 县城 2010年 领了 领老金的人数 是29% 到了2015年 领养老金的数 是28.72% 几乎没有增长 就是在 乡镇 乡镇和县城的一个 level 农村呢 在2010年 领养老金的人数 只是4.7% 到了2015年 领养老金的人数 才7.4% 就是说 在农村 大部分 90%以上的老人 是没有养老金的 是没有这个退休金的 所以说 今天老龄化的问题 说这个计划生育好 政府也来养老 顶多 涵盖了一些城市 因为城市 确实 退休人员 他有一定的退休金 他不需要儿女来养老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 90%以上的人 甚至于城镇 70%以上的人 这个老人 是没有任何养老金的 他们还是靠养儿房老 但是呢 计划生育 其实针对的 就是这一批人 因为计划生育 在城市 并不困难 在农村 是非常困难 因为农民 一直是养儿房了 从来就没有养老金制度 即便有了 百分之三的增长 但是也无法涵盖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年人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的 这个老年化 老龄化 和这个养老金的问题 不仅仅是 像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 这个经济增长了 医疗水平上升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老年人多了 像日本呢 像欧洲其他国家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 是非自然的 而且呢 是中共的经济政策 失败造成的 今天中国的经济起来了 但是无法掩盖 从这个中共建政以来 七十年所留下的 重大的包袱 所以今天百分之九十 按照这个现在 网上公布的数字 就是城市里 在2015年 有百分之三十的老人 没有养老金 但是在乡镇 有百分之七十的老人 没有养老金 到农村 就是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人 没有养老金了 所以说这个情况 根本不存在一个 什么 这个计划生育好 政府帮你来养老 这根本就不存在 就是说农民 现在的问题 非常严重 就是养老金的问题 如果到了 2030年 就是中国的 这个老龄化 到了最高潮的时代 就是比例最高的时代 那么 我相信农民 最多最多 也不会达到 这个 也有会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 是没有养老金的 按照这个发展速度 所以说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 中共的这个经济 它很大程度上 是被 长期的 非正常的 这个计划经济所拖累 这个计划经济 不包括了 从计划商品经济 计划商品的计划经济 一直到人口的计划经济 所以说 中国今天的这个 面临的问题 是计划经济的问题 面临的问题 其实不是简单的 世界上 其他的国家东西 可以取代的 所以说我觉得 中国面临的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谢谢任博士 也谢谢今天的 三位嘉宾 以上就是本期的 三层合一节目 邀请您 继续在影片下方 讨论与留言 别忘了点赞 订阅与分享 我是佳杰 新年平安 我们再会 黄光玉假释考验 其满正式获释之后 首次在国美的 高管会议上 发表讲话 18日 国美集团的 官方微信 刊登了讲话的内容 黄光玉说道 随着经营企业的 时间越久 越能深刻的 领悟到 爱国爱党的意义 一定要站在 更高的起点上 坚持党的领导 聚精会神 办好企业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这位前中国首富 在2010年入狱 他被以 非法经营罪等 三项罪行 判处14年的 有期徒刑 并在去年6月24日 获得假释 他的这番话 在分析人士眼中 无疑是企业被迫 听党话 跟党走的 有益实力 前清海省政协委员 民营企业家 王瑞琴 又告诉本台 尤其在中共 立导人 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各个如履薄冰 唯有追随党的意志 才能确保安定 和安全 若不顺党意 有任何想要发生的意图 则有可能面临 妻离子散的下场 而口中说 这爱国爱党的黄光玉 就是一个 模范企业家的样板 他指出 民营企业和经济市场 环环相扣 加上一定规模的企业 具有社会组织动员能力 因此中共希望 人家企业的影响力 牢牢地握在手中 因此他们会安排 企业加入 由党控管的各式组织 将其纳入党的管理之下 那绝对就是说 所有的手段都会用上 立刻让你企业消失 让你企业家家伙人亡 中共干预私人企业的手段 越来越明显 去年三月 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 因为撰文抨击政府 对于新冠疫情的处理 并批评习近平是小丑 而被消失 之后被以贪腐等罪行 判处18年的有期徒刑 去年十月 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也批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随即成为中共杀季仅候的对象 蚂蚁金服集团上市计划叫停 而中国监管部门 也对其展开反垄断的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作 也在2019年11月的一场演讲上 就直接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 替民营企业家发声 他当时这么说 民营企业家的普遍的心态是 需要我们无奈的选择 消灭我们 是崇高的理想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就认为 中共的基本思路并非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而是把企业经济放在党的掌握之中 方法包括广交民营企业家入党 以党章来控制企业家 或是派党支部书记监督企业决策 使其不违背党的利益 民营企业家现在要表示要爱党爱国 为什么 就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他不表示他连生存的可能性都没有 李恒清反问 做了十年老可能误出爱党爱国的道理吗 他认为黄光玉的一席话 不过是展露了我服了跟党走的态度 因为这正是中共需要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 华盛顿报道 2月22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连同多名港府司局长 在香港接种了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这则报道引出了一连串疑问 因为新华社1月4日发布的 新冠疫苗接种注意事项 写得很清楚 现阶段接种疫苗人群 限于18岁到59岁 60岁以上人群不再接种之列 林郑月娥早就过了60岁 为什么又接种了呢 新冠疫苗上市不久 眼下仍是功不应求 各国政府安排接种疫苗 免不了要有轻入缓急的先后顺序 欧美国家都是把老年人置于优先地位 因为老年人体弱 亦感染 所以要先接种 香港也是把老年人列入优先接种人群 这层道理 中国官方未必不明白 去年12月31日 官媒报道 东南山院是说 跟国际上联系比较多的 包括国际航运 火车 卡车 轮船上的人员 医务人员 还有老年人 等抵抗力比较低的人群 都需要首先考虑接种 可见中国也知道 老年人按理说 是应该优先接种疫苗的 那为什么中国又要规定现阶段 老年人不接种呢 为什么唯有中国大陆 去把老年人放在后边呢 按照中国官方的解释 一般来说 新疫苗做临床试验 都是先从青壮年开始 也就是先做18岁到59岁的人群 其次才是60岁以及以上人群 最后是18岁以下的人群 每一个人群范围的疫苗 都要各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到目前为止 中国国产疫苗 在18岁到59岁 这个年龄段的临床试验室数据 已经比较充分 而60岁以上的人群 还需要等待进一步 临床试验数据披露 明确是否后续能够接种 换句话 在目前 中国对老年人接种国产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还没有足够的把握 所以先不给老年人接种疫苗 但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要让香港的老年人 林郑月娥等 现在就接种中国疫苗呢 不只是香港的林郑月娥 还有66岁的土耳其总统 爱尔多安 也是在1月14日就接种了中国疫苗 媒体说得很清楚 林郑月娥带头接种中国疫苗 其目的是消除港人对中国疫苗的疑虑 以便在香港推广中国疫苗 土耳其总统带头接种中国疫苗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和欧美疫苗相比 中国疫苗的优势是价格比较低 便于储存和运输 更适合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广泛使用 不过到目前为止 中国疫苗的第三期实验数据 还没有在国际一些期刊上发表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上个月11日说 世卫组织团队正在和中国 与科兴公司国药集团合作 评估其生产的新冠疫苗 可能将其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至今还没见到下文 世卫组织还没有把中国疫苗 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关于中国科兴疫苗的安全性 前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李敦厚说 该疫苗具有所有灭活疫苗存在的弱点 科兴这个新冠病毒疫苗 至少从发表的文章来看 纯度是不高的 纯度不高就比较有可能引起副作用 像科兴这类灭活疫苗 本来就受到高纯度的限制 这是技术上很难克服的 正因为外界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存有疑虑 而中国政府又急于开展疫苗外交 所以中国政府要让林郑月娥和爱尔多安等 现身说法以身作则 目的是更好的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疫苗 但这也说明 中国政府对自己产的疫苗可以给老年人接种 是有信心的 既然有信心 为什么又不让中国的老年人先接种呢 有人又解释说 因为老年人大多宅在家中 外出活动少 被感染的概率低 所以在疫苗供不用求的现阶段 优先接种中青年 把老年人往后隔一隔 也是合理的 且不说这种解释 和先前提到的中南山院士的说法不一致 和欧美国家的做法不一致 再有 这59岁的上限 也未免太低了 当今中国 60岁以上 仍然在一线工作的人 起码好几千万 甚至上亿 中共高官 包括习近平 李克强 也都在59岁以上 你相信他们都先人后己 等中青年都打得差不多了 才给自己打吗 去年12月16日 中国媒体报道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发布公告 已经向德国公司 订购一亿支 辉瑞疫苗 今年一月到过 哪些人会接种辉瑞疫苗呢 答案不言自明 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 要达到所谓群体免疫力 疫苗接种率 必须达到70% 为了有效控制疫情 疫苗接种率 要达到60%到70% 这当然还要看你 用的是哪种疫苗 那种疫苗的效率有多高 如果你的疫苗效率低 哪怕全国人民都接种了 也达不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根据目前已有的数据 中国疫苗的有效力 虽然达到了 世卫组织认为 足以广泛应用的 50%的门槛 但是和国际上 其他疫苗相比 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